大家好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一 我们继续复盘热门标的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您成为赞助会员 我们先看一条消息 说美股的底在哪里 那么有新闻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说市场和美联储在博弈 美联储1月5号发布的最英的会议纪要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 如果股市大幅反弹 将大大延长经济痛苦的时间 但市场并不在意 从那时起 标普500已经反弹超1万亿美元 12月的CPI继续放缓 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一年通胀预期创2021年4月以来的新低 进一步表明物价压力已经见顶 使美联储再次放缓加息步伐的预期升温 巴克莱的策略师EC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市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看到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半满的水平 并对央行的鹰派言论不屑一顾 如今更多物价压力放缓的迹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 也出现在服务业 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一些裂缝 不过随着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投行正式拉开美股第四季度财报季的大幕 市场的焦点将很快转向企业利润 高盛的策略师上周四晚间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业绩修正预示着硬折录 尽管市场预计将出现软折录 他们表示如果经济没有衰退 标普百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美股收益 今年将持平 说美股到底在哪里 底 他这个底在哪里呢 多数华尔街的分析师均认为美股今年注定不安宁 没错 我也有一种感觉 一个策略师认为痛苦交易将发生在下半年 那么上半年股市有望出现反弹 他担心通胀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反弹 迫使美联储收紧金融状况 美银的股票和量化策略主管 在周四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 今年美股股指的表现将不会很出财 标普百指数可能最终上涨至4600点 较当前水平上涨15% 期间将触底至3000点 较当前水平下跌于25% 这波幅也太大了 这里外里就40% 最高点和最低点 相对于当前价格来说 他说我认为企业分析师在未来的利润率 成本压力和定价能力方面可能不那么有信心 我们将看到这些预期下调 而且很可能发生在企业指引更大幅度的下调 2023年盈利预期之后 一个数据显示标普百指数 2023年美股的盈余EPS预期共识为231.05美元 仍远高于美银预估的200美元 摩根史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及其团队最近表示 目前对2023年企业盈利的预期实际上过高 并指出鉴于盈利风险较高 股票的风险溢价过低 他认为美股在2023年可能再下跌22% 而他们对标普百指数 美股收益的基准预测为195美元 熊市预测为180美元 这个就是悲观的一个预期 就是说再下跌20%多 这是看熊的 对吧 当然前面这个人说得先涨 最终要上涨到4600点 先下跌到3000点 那你猜我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出现暴跌的情况 那赶紧去抄底 是吧 反正也跌不动 是吧 但我是觉得没那么容易 一下再暴跌的那么深 再去超过底 那不就更爽了 这个 这种模式挺好 先低后涨 是吧 还有一个就直接就全年就 涨不了多少 就直接就慢慢跌 跌到22%这个幅度 对吧 下跌22% 这就是美股可能的底 那你让乐观派去猜美股的底 那当前就是底 那悲观派就是这样 往下看 对吧 这两派声音都同时存在 这个才能构成博弈 否则就太简单了 我们继续分析这些热门的标的 那我们上期节目 今天的周一的第一期节目 说了很多关于思路打开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看到一个观点就立刻反驳 而是看看他分析的合理性啊 逻辑啊 是什么 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分析逻辑 再判断 我倾向于哪一种方向 是吧 倾向于哪一种情形 你如果立刻就去反驳别人 这没什么价值啊 坦白的说 都是一些情绪化的表现 我们不妨呢 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市场 我们自己的交易系统 我们的交易思路 我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 我们愿意承担哪样的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 去获取什么样的收益 这个呢 远比猜顶和底 远比猜上涨和下跌 更重要一些啊 当然呢 我们在K线图分析过程中 一般都是以波段交易为主的哈 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 好吧 一定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自己想要什么啊 特别是不要特别的固执啊 我们看一下铜 铜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也不敢说 它一定会长很多啊 但是你看它 这是周线图 它是不是长了很多 这个像是熊是吗 它也不像是 对吧 它只能说多头不断也很强 这周线图这么长的话 它还能跌下来吗 我看够呛啊 周线图呢 接下来可能会去测试 近期最高的一个点位 五十七 五十一块一毛七 五十一点一七九 这个高点 对吧 所以这是铜 说铜在这么长的话 那我们铜胀还得高起 那咱都不管了 反正市场就在涨 你说这个能看空吗 不能啊 到这个阻力区 我们要看空头的一个力度 再翼啊 那么至少以这个曲线为计啊 去看双重顶 或者是多重顶的一个情况 再去空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它确实是比较陡峭 按照这种走法的话 我们刚才的趋势线 已经调整到这了 对吧 要调整这 我是觉得啊 这不是在熊市中 应该有的一个表现 这很显然都已经超出 熊市者看空的那种预期了 对不对 那我有点担心 那我有点担心啥呢 担心下半年 这个股市又涨起来了 美联储又得不断的大幅加息 然后市场又来回震荡 又要走空一段时间 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当然不是真实情况 不是真实情况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灵活一下 因为市场它不听啊 不听美联储的 是不是 不是太听啊 为什么 听那方是一个博弈者 还有不听那一方 也是一个博弈者啊 往往呢 大众比较听话 大众变化性比较差啊 比较不灵活啊 对吧 我们看 在博弈的角度呢 那多头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博弈不带 多头博弈还是比较强啊 所以多头的博弈化处理 应该以这根上涨趋势线为借啊 至于能不能跌下来 这这 这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 因为我们以趋势线 上涨趋势线为借啊 没有跌下来就不能说见顶啊 我们看下台积电的周线图 大家看 这是熊市的图吗 看 突破大型下地球线 回踩直低 再创高点 这是这个震荡上拉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 这还是熊市吗 这已经进入到 连小熊都不算了啊 可以说是一个小牛 是吧 大牛肯定不是啊 但这没准啊 因为它是台积电啊 有没有可能大牛还不清楚啊 但是拿着我们的交易理论呢 我们在上周 已经都让对半导体啊 英伟达呀 就是说上周连着四个交易日吧 从周二开始就一直 周二攀前开始就一直说涨涨涨涨 是吧 这个创新高了 大家思考一下 这些龙头股都在创新高 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引领市场的方向 引领市场的风格 因此不能看大熊了吧 这个图开始看小牛了吧 哎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如果这都 这些龙头股都 或者领长股都不能 引起你的注意的话 我觉得是你太迟钝了 那这个图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不断震荡上行 那我们需要画一个多头趋势线 如果谨慎的交易者 他也不会说看的特别陡峭 他就再画一颗趋势线 去做一些波段化的交易啊 等他回撤再止跌的时候 他才敢去做啊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说 现在有可能是小牛 也有可能是小牛 小熊交替的啊 大牛 我觉得还不敢不敢言 现在是不是大牛行情啊 好 这是台积电 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吧 我们再看一下 LABD做空 生活技术 那他已经向下破了 怎么办 看空了吧 当做空的指数 看空的时候 说明做多的指数 是在走多吧 空空的正吧 空空的多吗 负负的正吗 本来他是做空的 对吧 然后就空 说明啊 应该是 那个做多的正常的 疫苗股应该涨吧 大家可以看 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啊 对这个 他的相反的标的 做了一个分析 这个创新低了 就只能往下看啊 好 那这个趋势线呢 可以调到这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PayPal的一个表现 周线图 No 我们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 下跌趋势线 这里 对不对 咱们在倒数第四周 穿了一个最低的点位 我们对应的波峰是在这 所以这个常常的下跌趋势线 就是这样话 是对的吧 大家看 在上周 是不是有冒出来的一个迹象 冒出来的迹象 不能说他是大牛式 但至少呢 空头呢 会特别提高景气 哎 我的底线被突破了 被牛式 被多头给突破了 那我要开始减仓了 是吧 这是空头 当前应该做的 而多头呢 有可能有一部分激进的多头 他认为小牛要回来 他就做的多 那一部分啊 这个右侧角者 他应该在等一波波段的一个回撤 再止跌 他再去做多 是吧 所以现在是一种 熊市微微有一点苗头被破位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我们在 这周啊 包括上周 一直都在说 看看我们多 空头们要尤其提防这些现象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及时的一个提醒啊 尽管后续还不能确定是什么样的市场 但是这样的一个破位信号 是我应该提醒大家的 对不对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捕捉这种敏感的信号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日线 上拉的吧 多头应该画好一个趋势线去跟一下吧 第一轮的波段化处理 对吧 大家应该有经验吧 看过这类似的说 第一波突破之后会走一波 然后呢 洗个盘 看怎么洗 对不对 没看过呀 你看台积电 是吧 洗一波 洗一波只要更高的底点 再形成一些底小底部结构 就可以做多 对吧 右侧交易者是在这近的 左侧交易者 这是巴菲特弄上去的 好 我们看一下配胖 是不是目前处在这种冒出 刚刚冒出的这种感觉啊 他也不一定啊 也有时候有假突破 所以右侧交易者的回撤 那个位置是最好 最安全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BRK的一个表现 对于BRK来说 我们是看什么来着 看涨 我们记得这个W底吗 第一波波段化处理在这 之后呢 我们说要回踩W底的颈线 回踩 只跌了吗 只跌了 继续看涨吗 看涨 是吧 简单 巴菲特没走熊是吧 他就熊了这么一会儿啊 他就又回到肚头 这是说说明什么 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资金 他没走熊市啊 没走大熊 造成了一个小熊 然后呢 进入到小牛了啊 这个后边会不会大牛 还不确定啊 不确定 思路啊 一定要打开 这个图的日线图 跟刚才那个铜啊 有点像啊 我们啊 画了两个趋势线啊 对趋势线继续跟一下 就可以了 好吧 做多嘛 说跌破怎么办 跌破就直随离场了 因为我们说 接下来的市场呢 刚才有一个专家也说了哈 将非常的痛苦 就这市场呢 他让一部分滞后的交易者 非常的痛苦 他首先会错过 做多的点位 其次呢 他追高又被套住 那么空头呢 也非常痛苦 他明明可以追 做空继续空 但是呢 出现这种多头反弹的行情 他想要再去空的话 他就被套 然后就去割肉了 等到刚刚的位置 他开空的时候呢 他又开始转多了 他就成为多头 然后被套在高位 所以今年的市场 是非常复杂的哈 所以我们的波动化 处理这种思路 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年 那去年呢 是走熊市 看空的一种思路 那今年又要调整思路了 好吧 一年一个主思路吧 我觉得 差不多吧 一定要调整哈 调整 不调整的话 那你最后 就不舒服啊 非常痛苦的一年 今年是不得安宁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在最近两周 也是非常猛烈的上拉 我们说在本周 在上周啊 我们说一直要做都抄底 是吧 当然这是提醒啊 激进的多头进场 那么紧真的多头 在右侧等待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 我们早就画好了啊 这波多头 先看一波 然后回撤 是吧 说能不能上去呢 不知道啊 反正等待右侧也可以啊 对这个图我是比较赞成在这 等一个拉伸回路 再进去会好一点 因为我当时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啊 直到我看到了很多图都已经在拉伸了啊 所以我是觉得左侧朝底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在这个位置是吧 但这个图呢还是在等这吧 一般左侧朝底我会叮嘱一句 你顶多是市仓 加仓呢在这 对吧 市仓什么意思 小仓位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美光科技的周线 感受一下 美光科技的周线呢 实际上他也进入到了右侧 只不过我们的趋势线这么画 严格意义上我们应该这么画 那低点在这儿呢 没创新低 看多 至少要去测试63一代 现在是56 还有几块钱 是吧 如果这是个W底的话 那将继续走出一个等距离位 差不多就行啊 不要画的太宽啊 有时候他到不了那个位置 对吧 先到下边这个横线纸 然后再往上 这应该会有反应啊 如果台阶电持续上拉的话 这些图都会跟着走 好吧 我们就不看日线了 我们看一下OXY OXY他没有暴低啊 能源类的我们说除了天然气 非常剧烈的波动之外 我们的原油 我们的原油公司 没有剧烈的波动 但是我们的原油标的啊 那个WTI原油期货 在剧烈的波动啊 对于OXY来说 应该看涨吧 其实我都不建议 老是频繁做这个了啊 但有人说 这有可能是个上涨中继啊 还得再涨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 他没跌破 那只能往上走了 对不对 有人说这是个收敛的形态啊 收敛的楔形啊 他往下破的话就完了 这是个顶啊 有可能 大家还记得我们对于形态的一个认知吗 任何形态 他既可以是中继 也可以是反转 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 你就放弃刚才那种执念了 他一定是顶那种执念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震一震 再去测试一下高位呢 有可能啊 这个图短线应该做多 所以在跌破呢 跌破就止损了 跌破也是一种可能性嘛 并不是绝对性 他没跌破嘛 这五周 也可以不做啊 这只窄幅震荡不好做 我们看一下 down to the earth这个图啊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啊 possibility to fly to the moon啊 飞上月亮啊 有可能啊 那么大家看近几周也是反弹啊 但是他的右侧点位还没有给出 和这个迪士尼的思路是一样 看看能不能突上去啊 对吧 我们已经在日线这画好了 等着呢 是吧 我们都提前就等着这种信号 这儿 没给呢啊 没给呢 这种腰股呢 个股呢 小腰股啊 你还是等右侧会好一点啊 小腰股等右侧会好一点 龙头股什么的 或者说一些知名股啊 有的已经反弹 你就带好多头趋势线 去小仓位的试一试 然后右侧咱们带止跌的时候 肯定会跟进的嘛 再看看能不能建仓啊 加仓 好 我们来看一下ZAM 这个是在填上的啊 ZAM 以上哈 这个图呢 我们啊 记得说不要做啊 大家还记得吧 当时好像有几个人去太空旅游来着吧 富翁 是吧 我们说这就炒个概念 然后震荡下行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止跌 没止呢 没有阳线啊 你至少看到一根阳线才行啊 一根阳线都没有 虽然它这是横向 但横向它最好是阳线还要好一点 是吧 像这样 给一些阳线我们会更有点信心 这都是阴线也不行 阴线确实变小了 但也不行啊 你小也没变成阳线呢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 对吧 不要去做 我们看一下snow的周线 snow的周线 上周是给了一根阳线啊 那接下来我们 只需要再来一根阳线 把它拖上去就可以了 它没有跌破低点 看能不能走出一步来 对吧 给出一根阳线就更好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日线上已经在这画好了 你在这在这突破止跌 突破回来止跌 在这做 就可以 没上去也可以等一下嘛 对吧 我把这些先删一下啊 是吧 我们都已经在等待着了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说特斯拉有没有可能是底 坦白的说 我也不知道啊 这图不是很明确啊 但是尝试建仓一下 也不是说不可以 我们在右侧的时候 才可以加仓啊 他如果在震荡下跌了呢 对不对 还是等右侧加仓会好一点 说万一他直接V上去呢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图呢 不是很明确啊 因为他处在一个强劲空头的底端 但是呢 他又是个龙头五 但是呢 其他图呢 又都在涨 你说怎么办 那只能试仓一下 重仓的话 我觉得不大时宜啊 不大事宜 应该等待这个趋势线的右侧 次高点的时候 再再再加仓 行吧 这个是特斯拉 就是这些龙头五啊 他拖累了大盘 好像是大盘怎么样似的 其实那些个股 是不是都在右侧了一距 然后啊 甚至有像 比如说BRK 是不是已经在W的高位了 还有铜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SQQ吧 大家看SQQ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来着 周线 周线其实已经不行了 感觉 不是说咱们善变 而是市场在变 我们之前的多头趋势线 其实早就画好了 对吧 我们是有底线的 去做原来的方向来着 底线破位的时候 应该减减仓 记得呗 说我叮嘱了两三天啊 减减仓 等待更低的点位的右侧 再考虑是否做多 是吧 也就是说大盘 又再次恢复到空头了 那这个要恢复到多头 对吧 这个图要恢复到多头 再去做 是不 其实我都叮嘱到位了 信号呢 也都提前释放了啊 信号不是我给的 是信号是市场这些图给的 总之呢 记住咱们是波段交易者 不要抱持过长的时间啊 否则你一块无穷 这种习惯 拿更长的线 不行 因为他回撤太深了 最近这个行情 近两年 现在呢 又不一定是大牛市啊 所以波段化交易非常的关键 比如说信仰长值 你刚没看到那个 有专家说还要在暴跌什么的呢 大盘要暴跌20%多 对吧 跌到三千年 那种可能性也要考虑到 尽管我内心有点拒绝哈 但是如果他跌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我在更低的位置在买 不就行了吗 所以每一种观点呢 你要考虑到他的可能性 要考虑到自己如何去应对 这样呢 你就不慌了 这不是那什么 这叫有准备 心里有准备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有些人非常想要重仓 贪婪一把是吧 你觉得容易吗 这么容易的话 你还这么情绪化干嘛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最终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贪婪 克服掉 就是小仓位嘛 不要贪 不要固执己见 固执己见 其实就是贪婪的一种表现形式 好吧 好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明天盘前正式的复盘大盘 明天盘前再见 拜拜